五千萬的話修好了 達文希和男童都笑了 被史上最會摔的 國中男童鐵掌 撞破的保羅波爾波拉作品 哇 在修復師蔡順任 搶修危機12小時 再度復活寡回展場 基本上我看不太出來 現在的畫面是 已經開始了 沒有沒有 跟孩子們沒有問題 我只是專注在 如何調整畫面 不過網友出現許多疑問 第一 為什麼可以這麼快修好啊 問題是 傷害 不是畫面 能夠輕易被鐵掌攻擊 展場的規劃是不是有問題啊 第一個是不能在場內飲食 不能拍照 不能喧嘩 然後不要帶有水的東西進去 對 但是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 像譬如說機場做安檢啦 這樣子甚至去檢查 每個人的包包這件事 動線所有的設置 都是他們看過之後 也才同意我們開展的 這幅畫也意外 捲入紳士之謎 被質疑沒有出示 畫作真品的證明 關於畫作的身價是否暴跌 這不影響的價值 因為如果你要做得好 更好 這不會改變 原本的畫面 文化部也說 未來輔導 舉辦策展專業課程或獎座 避免漢事發生 董新聞綜合報導